哥哥在学校门口摆摊 妹妹放学路过时 却假装不认识哥哥 每次路过 她都会加速离开 不给哥哥和她打招呼的机会 而每次哥哥都会傻笑着 看着妹妹的背影 小声地喊着妹妹的名字 妹妹前脚刚走 一个女人来到摊位面前 女人点了一份三明治 但是吃完后女人却没有付钱 她拿出一双又脏又破的鞋 想要用这双鞋结账 收下鞋子后 她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高兴地露出笑容 男人叫成容 小时候睡觉时 她遭遇了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爸爸用最后的力气 把她推出房门 等妈妈回来时 爸爸已经死了 而她因为脑部受损 智商永远停留在十岁 虽然智商只有十岁 但读书时成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她暗恋同伴的志浩 每当志浩练钢琴 她都会躲在门外偷看 但是在这天琴房发生了火灾 志浩的钢琴被烧了 成容被当成了怀疑对象 因为同学们总看见她来琴房 那时 伤心的志浩一边哭一边骂她 那件事之后 成容被学校开除了 因为校长害怕她在烧其他的东西 妈妈带她离开学校时 她不停地看向教室 但其实 烧钢琴的人并不是她 而是同班的膳叔 是膳叔把烟扔在了琴房 但她没有供出膳叔 选择帮扇书背了黑锅 之后不久 成容的妈妈也因病去世 在临走之前 妈妈让成容一定要好好照顾妹妹 那时的妈妈语重心长 妈妈的话变成了责任压在了她身上 长大后 成容一个人担负起家长的责任 每天早上 她会给上学的妹妹准备好早餐 为了不让早餐变凉 她会给早餐盖上大大小小的盘子 把早餐放在妹妹门口后 她才会出门工作 她的工作是在学校门口摆摊卖三明治 她没有其他本领 三明治是她唯一会做的财 因为她是个傻子 学生们都称呼她做的三明治是傻瓜三明治 妹妹真一讨厌她 讨厌这个智力有问题的哥哥 青春期女生的内心脆弱又敏感 她害怕同学们知道她有一个傻子哥哥 每当同学要她一起去买三明治 她都会生气地拒绝 或许是出于小时候的愧疚 当了黑社会混混的善叔很照顾成龙 每当累了的时候 善叔会粘在成龙身边 仿佛只有和成龙相处时 她才能卸下所有的防备 成龙嘴里常常会哼着一首叫小猩猩的儿歌 这是志浩小时候常常弹奏的曲子 她没有忘记当初那个安安静静弹钢琴的女孩 她现在依然喜欢着志浩 志浩已经出国十年了 成龙每天会坐在小镇的入口 期盼着志浩回到这个小镇 终于在这天 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出国十年的志浩回来了 她很激动 用了一种连跑带滚的方式冲下山坡 她一边傻笑 一边反复确认 她认出了志浩 但是志浩没有认出她 她本来很开心 但又突然想起了什么 她开始不停地对志浩道歉 然后一路小跑地离开 她继续偷看 被志浩发现后 她又像逃跑似的离开 因为太过紧张 她跑丢了一只鞋子也忘记了捡 志浩很不解 也有些莫名其妙 但她还是把鞋子捡起来带回了家 第二天 志浩在自己家门口又遇到了成龙 看着成龙的背影 她终于想起了面前这个傻子的名字 这个拘谨又害羞的背影 和小学时偷看自己弹钢琴的男孩一模一样 志浩走过来和她打招呼 但她却躲在电线杆后面 嘴里不停地对志浩道歉 道完歉后 她又一次逃跑似的离开了 并且再次跑丢了一只鞋子 看着地上的鞋子 志浩想了很久 但依然还是没想明白 为什么成龙一看见她就跑 这天志浩找到了成龙 她要买一份三明治 因为太过紧张 成龙做三明治时撒了很多汤 但是吃了一口后 志浩却说很好吃 随后志浩拿出成龙跑丢的鞋子 说这双鞋应该足够付三明治的钱了吧 志浩递出鞋子后就离开了 被吃了霸王餐的成龙却傻傻地笑着 回家后 志浩从姑姑口中得知了成龙的身世 她终于知道为什么成龙总是傻傻地 知道了成龙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但她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成龙总是看见自己就跑 晚上 志浩在家门口又看到了躲在这里的成龙 成龙本来又想跑 但志浩叫住了她 志浩这才想起来 那是她对成龙说的气话 没想到成龙现在还记在心里 她说以前说的话不算数了 她让成龙以后不要再躲着她 看到成龙穿的鞋已经破了一个大洞 她回家拿了一双父亲的鞋送给了成龙 鞋子是喜欢的人送的 也是喜欢的人亲自给她穿上的 所以她很小心地踏着脚步 很开心地笑着离开 因为太开心 她甚至都忘记了和志浩道别 人和人的喜悦并不相通 她开心地在院子里打转 但回家的妹妹看到她不正常的样子 会露出满脸的嫌弃 会骂她是傻瓜 就在她失落时 天空突然下起了雪 她是一个孩子 很喜欢漫天飞舞的雪花 不自觉地 她又来到了志浩的家门前 在志浩家楼下玩雪 她开心地在原地转圈圈 而楼上的志浩发现她后也没有厌烦 反而露出开心的笑 志浩下楼问她为什么又回来 她说不出动人的情话 只能说她看见下雪很开心 只能说她想让志浩也开心 乌生 我们要击? 叄吾 叄吾 得 你骂得 同步 对 我 土手 你赌心 我 biraz 我 走 哇 晨晨你的眼睛就要瞎 走吧 你的家里是哪里的 没有正常女人会喜欢上一个傻子 也没有一种情感是毫无预兆的出现 在和成容一起吃包子时 只好自言自语说着自己的往事 她弹了很多年钢琴 但在一次事故后她却开始对钢琴恐惧 她不敢再弹钢琴也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但成容的纯真 成容的笑容 让她慢慢感受到了一丝阳光 所以她才喜欢和成容待在一起 她没有告诉成容 她对成容的好感还来源于另一件事 小时候志浩第一次上台表演 她因为紧张忘记了曲调 那时是成容在窗外大声唱着歌 提醒着她曲子的旋律 在成容的提醒下 她记起了曲调也顺利完成了表演 在那之后 成容会经常在志浩家门口等志浩回家 他们会结伴坐在草地上 这里是成容经常来的地方 所以成容每天坐着等志浩从国外回到小镇 她不会说谎 所以当志浩问她为什么每天在这里等时 她会说是在等志浩回来 这是最朴实的回答 却比任何好听的情话都动人 这天放学时 成容张望了很久也没看到妹妹放学 直到夜幕降临 她也没有看到真一从学校出来 她等到了很晚 熬累了一天的她开始犯困 但因为神志迷惑 她不小心烫伤了手 赶来的志浩知道了缘由 志浩告诉她或许真一已经回家了 在志浩的陪伴下 成容回到了家 在家门口她看到妹妹的房间果然亮着灯 你来吗? 你现在在什么? 你绝对不进来 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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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被妹妹骂了一顿 但成容却很开心 在她心中只要妹妹安全回家 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在道别时 志浩看到了成容被烫伤的手 志浩会问她为什么烫伤 会温柔地帮她包扎好手掌 在离开时 志浩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成容受伤的手不能碰水 志浩决定帮她洗一个头 其实洗头只是借口 就像热恋的情侣那样 志浩只是想和成容多待一会儿 洗完头后 一向邋遢的成容顿时 变成了一个清爽小伙 回家时 志浩的脸上带着笑 成容也开心地在院子里原地打转 但是在第二天 成容发现真一快迟到了也没有起床 她不敢开门去看 因为真一不准她进房间 她不知道真一此事疼得满头大汗 也不知道真一得了很严重的病 上学的路上 真一会因为疼痛而步履亮强 在教室 真一会因为不舒服而经常趴在课桌上 终于在这天 成容从女学生口中得知真一生病了 她知道了真一疼得没办法上课 知道了真一常常在教室昏迷 她一边喊着妹妹的名字 一边冲进了教室 她要背着妹妹去医院 赶来的老师问她到底是谁 医生是志浩的父亲 他让成容别着急 说他们会治好真一 情绪被医生安抚好后 成容才发现志浩送给他的鞋被他跑丢了 扇书也赶到了医院 扇书说着他会帮忙照顾真一 让成容回去休息 在迷糊中 扇书念叨着 求扇书帮忙照顾好真一 扇书是扇书唯一的朋友 或许是小时候的那件事 或许是因为扇书的善良 扇书这些年也发自内心的对成容好 扇书答应了成容 尽管他自己也有一堆麻烦事 他有一个女朋友 但是他的女朋友被另一个帮派的老大盯上了 老大会当着他的面追他的女友 而他的忍耐也慢慢到了极限 医院的真一醒了 之后的父亲缓缓对真一说着成容这些年的经历 你的哥哥坚持让你单独住一个病房 因为他知道你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你的哥哥所有的衣物只有一件夹克和几条裤子 但付出院费时却能拿出一大把钱 我一直住在这个小镇 这些年看着你哥哥一路把你带打 我常常很好奇他那么努力赚钱做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检查结果出来了真一的肾脏出了问题 需要做肾脏移植 但目前没有匹配的肾脏即使是成容的肾 也和真一的不匹配 就在成容为这件事烦恼时 之后也来到了医院 成容满脸歉意 自责自己弄丢了之后送给他的鞋子 之后又送给他一双新鞋 里面有一张小纸条 命运之神似乎很眷顾真一 善叔的肾脏和真一匹配 并且善叔答应了成容 他愿意捐出一个肾移植给真一 当成容把这个消息告诉真一时 真一看到了成容被烫伤的手 医生的话让他明白明白了哥哥这些年的辛苦 明白了哥哥的默默付出 也让他明白了当初对哥哥的嫌弃是多么可笑 一切都走向了美满 但苦难似乎不愿善待努力生活的人 这天晚上帮派的老大又来纠缠善叔的女友 并且当着善叔的面对女人动手 终于善叔没忍住 动手打了帮派老大 他出手很重 打老大的时候也弄伤了自己的手 他去医院检查肾脏 也顺便在医院给手绑了绷带 老大忍不下这口气 他找来打手准备报复善叔 打手问目标的特征 老大只说了一句 就是那个手上绑着绷带的人 打手来找人时 看到了手上同样缠着绷带的成龙 此时成龙不知道自己被盯上了 他只想着关好店门早点去医院陪妹妹 就在成龙拿着换洗的衣服赶往医院时 两个打手叫住了他 成龙没有否认也没有解释 他想要保护善叔 在他心里 妹妹和善叔都是他想要保护的人 最终成龙满头鲜血地朝医院走去 他已经神志不清 但他依然步履不停地往前走 走着走着 他又跑丢了鞋子 他想把鞋子捡回来 因为他答应过之后 再也不会弄丢这号送的鞋 但头部传来剧痛 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拿回鞋子 在寒冷的雪夜 成龙倒在了雪地上再也没起来 此时他最喜欢的大雪漫天飞舞 此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 真一出院后来认领成龙的遗体 警察问起他们是什么关系 对 对 对 我的相似 我的相似 我 我的相似 我的相似 我 我是 他也是他的男女 我的男孩是他他的男性 他也是他的男性 我是他他 他人是他的男性 他是他的男性 他人是他女性 很久之后 善叔接手了成龙的三名指点 他会信守承诺 带着愧疚照顾好真一 之后也没有了抑郁症 他重新开始弹钢琴 他们都被生活推着 被推着继续往前走着 只是他们总是会时不时想起 他们的生命里曾有一个傻瓜出现过 只是有关于那个傻瓜的一切 永远停留在了那个下雪的夜晚